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常见的形状 我们来看一下棋盘 一人一个星位 这个是比较多的 那么黑棋挂角 白棋夹 黑棋点 这个是我们所熟知的一个定势 黑棋跳出来以后 白棋从这里挂角 然后飞 飞完飞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形状 因为白棋它也不可能去拆杆 整体就太扁 白棋肯定要寻求一下高低配合 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一个 形成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局面 那么接下来 黑棋对白棋有破控的方法 如果就是说把白棋全部就当做实地 这个黑棋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以后黑棋的破控方法也是很明显 就是这个打入 那么这个打入以后 这个双方有些什么变化 应该怎么下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那么面对黑棋的打入 白棋这个最凶的下法 或者一眼能见到的下法是压住 压住虽然很凶狠 很凶狠 但是就是说 黑棋并不害怕 那么打入完了以后 白棋压的时候 这时候黑棋可以加一个 现在加一个 次序就是正好 刚好 不要轻易的把这边走中了 如果说把这个地方走中了 子力损失多了 那白棋它就不一定会印你了 现在你没有走中 那么白棋它如果去吃这个子 那么黑棋度过 或者说直接跳出来都可以 都可以 在这损失不大的前提下 那么在这边能够连续走到两手棋 两手棋的话 这个黑棋当然是可以满意 可以满意 度过也行 度过 马上就可以搬出来 这个也可以 所以白棋它现在是没有 不会去 暂时不会去吃这个子 吃这个子 在这大家需要注意 不要先去走这个按摩 补充一下 如果你先加这个 那么白棋足度 是吧 那你再打入的话 由于这两个损了 那么白棋就有可能 它会把这个补了 把这里的味道补干净 那么这两个明显就变成一个亏损 至少来说以后本来可以是先手搬脏的 这里明显是亏损 所以说这个次序大家需要注意 那么先打入 如果它这边硬的话 再走这个 那么白棋现在呢 足度 那么这时候呢 黑棋呢 可以呢 这个挖 可以挖 这样白棋就是说是比较的 难办 那么 吃底下呢 黑棋长 由于这个 两边 现在黑棋这个增子还有力 白棋呢 不好办 非要强行去撑住呢 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强行撑住的话呢 那么黑棋就打吃 这个黑棋长时不一定非要活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 通过这些弃子 把外面呢 可以 形成一排外食 这个白棋肯定是 吃亏了 吃亏了 白棋如果吃呢 那么黑棋这个拐打 是吧 很舒服 你尝的这个也差不多 再压住 这样虽然白棋守住了这点的空 但是 外围被黑棋啊 来一排这个外食 这个肯定呢 白棋是明显亏损的 拐在这也 一样啊 那么黑棋这个拐头是先手 是不是 好 那么呢 以后再以连斑 这个是长用手精 你也 你吃呢 它就滚打进去 你弯这个呢 现在还不行 由于这个档次先手 啊 档次先手 这里面啊 还要出棋了 是吧 现在可以站了 你断的时候呢 它在糊 啊 它在糊 这样呢 要出棋了 先贴一下也行 所以说 从底下打呢 还是勉强 还是勉强 那么 从外面打呢 这个黑棋呢 也不怕啊 由于这个地方 有这个 拖的手段 这个黑棋呢 这个黑棋呢 没什么好怕的 你打吃它就退 这个 你 只有退啊 那么它先打一下也行 先爬一个也行 这样呢 整体来说呢 这个黑棋做活 这变得就是说 就非常的轻松 轻松 这个以后呢 还有还 这个地方有 拖的手段 拖的手段 这样做活都是 比较轻松的 那么 作为这个 白棋来说啊 压呢 好像看上去挺凶 这个 实际上呢 效果呢 并不见得啊 很好 很好 这个呢 不能呢 太着急 那么如果不压啊 小尖 或许也是大家 容易想到的 但是 小尖呢 这个自身的形状呢 也 并不是很好 也并不是很好 那么 呃 黑棋啊 这个地方 先加一个私下应手 也可以啊 这个 这时候可能暂时 不加呢 也关系不大了 那么就直接呢 拖一个啊 这个是常用的 这个 嗯 做活的 一个手段 一个手段 呃 白棋顶 白棋顶的话呢 那么 黑棋就 糊出来 嗯 嗯 打吃呢 它就防打啊 这个 这打劫肯定是 白棋 比黑棋要重得多 啊 这样呢 可以说 比较 成功的呢 就 破掉了 对方的这个 实地啊 对方的实地 嗯 如果你 尝这个 尝这个呢 黑棋这个 就 简单的顶 顶的斑 是吧 嗯 然后 在最简单的 沾上就行啊 这样呢 由于这里还有个 冲完以后 有个断顶啊 这个 呃 白棋想杀黑棋呢 也 不是 也不容易啊 也就是说杀不着 这黑棋呢 也可以比较 舒服的呢 就 活了啊 就活了 所以 尖一个呢 也不是太好 也不是太好 啊 嗯 那么 嗯 当打入的时候呢 白棋啊 着急的 印来呢 好像有点这个 嗯 不太理想 那么呢 白棋 比较好的啊 这个下方呢 先正 哎 这个可以是 可以是 可以说呢 是 白棋 这个 呃 公鸡 黑棋啊 比较好的下方之一 啊 比较好的下方之一 眼睁睁看着是有一个穿向野啊 有一个穿向野 但是黑棋如果真的去走这个呢 这个就 不好了啊 这个就不好了 因为啊 这个 这个 虽然 看上去这个能穿出去 但实际上由于白棋外面 特别是这一带 压 都是线索 呃 这个包围圈呢 实际上呢 是出不去的啊 出不去的 那么白棋就是飞 对吧 可以去压 白棋就老老实实全跟着印 我就印 是不是 你 顶 压这个 那么我就拐住 全硬住 啊 这个地方呢 嗯 实际上呢 是出不去啊 由于有这个 白棋这个是绝对先手啊 这个地方黑棋啊 实际上是出不去的 如果黑棋真的去接 那么呢 这个反而呢 就上当了啊 上当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棋呢 呃 不要去穿向野啊 这时候黑棋 正确的下法呢 还是应该加 适应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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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白棋依然啊 肯定还得硬 不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又去吃的啊 啊 这个 黑棋可以度过 啊 那么白棋呢 现在呢 可能会虎这个啊 或者是斑这个啊 这个意思呢 有点相似啊 有点相似啊 嗯 可能虎这个呢 更厚实一些啊 更好一些 因为现在黑棋 不太可能去度过啊 如果度过的话 那么白棋就补住 那么 嗯 这里虽然得了点小便宜 但是这两个交换呢 嗯 肯定呢 就是说 太损了 太损了 所以 这时候先加一下啊 啊 然后呢 这个 嗯 处理起来 这个局部的 就是黑棋在飞 啊 再飞啊 先拖一下再飞 也可以啊 先拖一下再飞 的话就是说 也可以 当飞也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这里呢 呃 明显呢 这个有棋 那么 呃 由于这个 白棋啊 自身呢 呃 不是太厚 不是太厚 那么呃 这个棋呢 白棋也不能硬来啊 如果说非要去吃人家 是吧 嗯 那么这样尝了以后 依然呢 这以后有点冲断的味道 那么 这个 黑棋 再拖呢 嗯 这个白棋啊 依然不好杀这个黑棋啊 因为这个 黑棋拖了以后啊 这个白棋呢 呃 就是暂时呢 是 渡不过去 啊 白棋暂时是阻不了渡啊 阻不了渡 因为你要说 强行扳下去 啊 这个呢 不好啊 啊 那么黑棋就算断 断了吃 嗯 打结 当然黑棋不怕啊 因为是在 白空里面闹事 这个结呢 黑棋打输了 损失也不是那么惨重 嗯 嗯 那么白棋如果沾上的话呢 黑棋就渡过啊 啊 黑棋就沾上 白棋渡过呢 黑棋就算啊 哄一个啊 等等 这样呢 嗯 白棋最多啊 能在底下有点便宜啊 啊 那么这个外围呢 全跑 这个肯定是白棋不满意的啊 白棋不满意 那么所以 当这个黑棋 飞的时候呢 哎 白棋一看啊 或者说是先拖啊 我们这个也先 因为刚才说了 不能做这个 啊 先飞的时候呢 黑棋呢 一看呢 就是说呢 呃 白棋一看啊 不能强行 杀掉这个黑棋的话呢 那么白棋呢 也可以采取呢 比较明智的下法 它就是尖 尖这个 这个是防止这里的毛病呢 效率 比较高的啊 一种呢 补法 一种补法 啊 既然杀不掉啊 啊 就是说呢 就不要去强行呢 去走 去杀棋啊 有时候我们这个爱好者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一看到别人打到 打入到自己这个空里面来 就恨不得一口气啊 把人家全尖在里面 但是呢 实际上很多的这个 形状当中啊 心当中 人家打入 本来就有棋 本来就能活啊 那么呢 你呢 就要把心态放好啊 尽量的呢 压缩人家一下 让人家活得小一点 或者通过啊 对人家的威胁呢 在别的地方呢 占一些便宜 把这个损失呢 挽回来 这样呢 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心态 有时候 硬杀的话呢 很容易呢 把棋呢 给杀崩掉了 那么现在白棋一看呢 这个既然是啊 这个 硬杀不了 那么白棋呢 就小尖一个啊 这个是在这一代 补这里弱点的最高的效率 黑棋呢 基本上也不能再硬了 那么黑棋在这边做活啊 这个做活呢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单退 一种呢 还是沾上啊 相比之下呢 似乎呢 单退更好一点 单退更好一点 那么白棋在搬 啊 完打住 搬完叫吃 这样呢 白棋等于在这里 还是有 不少的这个收获啊 不少的收获 当然黑棋 呃 把这个 白棋控呢 也 基本上呢 底下呢 也得给破掉了 自己活的呢 还是比较干净 嗯 这个挖没有用啊 这个挖完打吃的时候 黑棋当然不会傻乎乎的沾上 黑棋直接呢 就是 诶 渡过了 那么白棋只是得到一个打二还一 这个肯定呢 是亏损的 所以白棋呢 在这个时候啊 就是说 他会呢 就是说 以后啊 这个会 选择这个斑 啊 那么黑棋吃 沾上啊 黑棋呢 就沾上 这个局部呢 呃 是个 活棋啊 白棋尖呢 黑棋就 顶住啊 或者说是老老实实的并住 也可以 这样呢 就 活了 这样就活了 这个呢 就大致上呢 是一个这个 常见的这个 形状啊 可以说呢 呃 是双方在这里啊 打入以后 正常的一个变化 一个变化 当然这些呃 后面的这几手棋呢 暂时就肯定是 不用再 交换了 以后 就是说再 再新棋啊 这样呢 就是说是 双方 呃 看上去黑棋还是不错的啊 这毕竟打入以后破掉了白棋 但是白棋呢 呃 正通过这里啊 已经便宜了大概一手棋 是吧 呃 外围呢 还是非常的厚啊 以后呢 再从别的地方啊 比如说这一代 呃 寻求一些这个便宜 嗯 大致上呢 也呢 就是说白棋呢 只能是 这个样子呢 算啊 啊 在做活中呢 呃 这个退呢 应该比这个 粘呢 要好一点点啊 粘的话呢 如果他搬 那现在黑棋呢 可以顶着火啊 啊 由于这个打直视先手 这个 这个做活没有问题啊 那么 嗯 这样的话呢 黑棋当然是比比这个呢 效率呢 要高一点点 哎呀 高一点点 呃 不过呢 呃 这个白棋 他不会呢 搬这个啊 这样的话呢 白棋以后呢 可以小肩在这 啊 因为这个杜国木树 毕竟还是 太小了啊 太小了 那么 黑棋 挡住呢 白棋可以顶 黑棋还得一 那么白棋吃 是先手 嗯 这样的话呢 白棋就省略了这个斑啊 虽然少了这个尖的先手 但是那个中间呢 变得更加的厚实了 厚实了 这个 嗯 这样的好像呢 黑棋粘这个做活呢 不如呢 这个单退 单退呢 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 嗯 这是一个 应该来说啊 也是 还可以算作是 双方可以 接受的一个变化吧 一个变化 嗯 或许呢 大家觉得 从感觉上还是应该是 似乎是这个 黑棋比较满意啊 黑棋毕竟说 把白棋的空呢 还是全破掉 破掉 嗯 那么 确实啊 也有呢 呃 骑手啊 对这个 结果 白棋虽然厚 但是以后能 这个厚能发挥多少作用 也不知道 所以呢 他对这个不太满意的话呢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呃 白棋啊 还其实呢 呃 面对打入呢 还是有另外这个 这个招法啊 好 看上去 现在是 打入以后 白棋子力多啊 白棋 白棋的这个 这个 子力比较多 但是呢 呃 经过我们前面的这个 变化的研究啊 也就是说呢 呃 发现呢 白棋啊 要急忙去 杀他啊 这个子 也杀不着 啊 那么既然知道杀不着了 哎 那么接下来这部 这个下法呢 也就不会 大家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啊 这个呢 接下来呢 呃 白棋坚顶 坚顶在这啊 看似有一些委屈 但是呢 呃 实际上呢 也是一种 非常这个 实战的 这个造法啊 啊 呃 因为我既然杀不着你嘛 我先把自己 走后啊 呃 以后呢 再来呢 攻击你 啊 通过以后的攻击呢 我再挽回这个力 那么这时候黑棋 就长啊 这时候加就没有用了啊 啊 就不要说 呃 打入完了再加 这个就有点生搬硬套啊 如果再加的话 啊 那么他这个 还是 对方还是可以补助 啊 你这个呢 就是说是亏了啊 就是说是亏了 所以说呢 呃 这时候呢 黑棋直接长 直接长 嗯 白棋啊 啊 这个 急蛮来攻击它呢 这个 嗯 不是太好啊 不是太好 就是说 如果说 比如说 哎呀 那么攻击要正头 是吧 这个呢 就 有点 嗯 着急了 因为这个以后呢 黑棋这个地方 它就不是家啊 你黑棋这个地方 它这个长呢 就 基本上呢 是个先手 是个先手 你这里不管走哪个 本身也没吃干净啊 这个地方再被一加呢 这几个子啊 变得有一些 薄了 弱了 同时这里 黑棋呢 还是有拖这个手段 啊 你要从底下拐过 或者从底下尖过呢 那么黑棋上面一压 不管你是拐还是尖 这个整体形状呢 就 就变好了啊 而且这里还有个 尖的手段 主要是这个长 这个子跑出来以后呢 搞得白棋这块棋啊 也不太安全 也不太安全 所以这个攻击呢 也不能着急 也不能着急 那么尖顶以后 白棋继续厚实的啊 补墙 比如说就挑一个 哎 这个呢 是完全呢 是可以 考虑的啊 也是不错的一个招法啊 那么 有了这个以后啊 大家看看 看上去这个尖顶和跳啊 就是说呢 是 好像也显得一点委屈 但是呢 这个是 积蓄力量的 一个好的方法 就是把这里 哎 补好了 把这个也把这里补好了 那么我把自己都补好了以后啊 同时还保证了一些木树 是吧 这两块棋十几木棋 总是有的 那么呢 你这两颗子自然而然呢 也会变得呢 比较弱啊 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防守的方案 接下来黑棋也自由跳啊 不能用强了 靠式不行啊 由于有这个子啊 这个白棋可以跟你强行作战 这个黑棋明显是比较苦啊 非这个也不行 想追求效率高一点 非这个呢 那它现在就直接呢 把你给扣断了啊 你再挤都来不及了 这样也是不好啊 这个整体被吃掉 还是有点太大啊 你吃这个 虽然有个转换 但是这个外面啊 损失的实在是太多了啊 就吃掉 这里还有种种的味道啊 这个损失还是太多了 这个黑棋转换是不满意的啊 所以黑棋想高效率的整形呢 也也没有啊 你不能先挤啊 先挤呢 虽然是可以跳 但是这个挤本身呢 也太熟啊 白棋就跟着长 或者是飞啊 都可以 这个挤呢 这个手法呢 有点太熟了 所以大概黑棋呢 就是只有跳 那么这时候呢 白棋在跟着跳啊 嗯 大致上就是这样啊 黑棋跳一个 这样呢啊 虽然这个面对这个打入 白棋看上去是 稍微啊 显得有点委屈 但是呢 其实呢 这个招法呢 也是很不错的啊 白棋现在这块和这块呢 都很结实啊 保持了一定的木树啊 一定的木树 这个 这块棋七八木 这块棋也有七八木啊 也有这个十五木棋 还保证了十五木棋 而这块黑棋呢 由于白棋形状都很结实 以后呢 还是可以啊 保留 对对方的这个攻击的手段啊 手段 嗯 这个下法呢 是可以啊 大家可以向大家推荐的啊 也是说 嗯 并不吃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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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面对 对方的 打入啊 这个棋 这个 白棋呢 基本上呢 就是说 有两种下法啊 但是都 不是以吃这个黑子为目的 因为这个黑子啊 你想吃它是吃不着的啊 嗯 这个一种呢 就是走后外面呢 就是觉得中央发展啊 以后 嗯 寄希望于中央的发展啊 啊 那么呢 可以选择正 可以选择正 黑棋呢 加啊 啊 先拖也行啊 先飞也行 这个呢 就是说 是这个 嗯 白棋 让黑棋做活啊 比如说是这样啊 嗯 先 白棋呢 让黑棋做活啊 啊 那么呃 自己呢 去外食啊 啊 这个的一种下法 这个就得看这个中间 到底 潜力有多大啊 这是一种选择 第二种 比较 这个 明智一点的选择呢 就是尖这个啊 尖这个啊 尖了 这个 就跳出来啊 呃 不着急 把这个 对 黑棋的 呃 长 黑棋的攻击啊 留到 以后啊 留到这个以后呢 就是说呢 去 寻求 更多的这个 这个 嗯 发展啊 或者说就是说 把这个 利益啊 从以后攻击中呢 把它夺回来啊 暂时呢 呃 先把自己加强啊 有点像我们说说 先把拳头呢 呃 缩回来啊 以后找机会呢 再打出去 这个呢 也是一个比较沉稳 冷静的 这个下法 下法啊 嗯 那么这个 所有的变化的过程中的黑棋呢 唯一需要的注意的啊 而且就是特别 容易 有时候犯了错误呢 就是说 呃 要先打入 不要先加完 这个 地方 损了以后 再打入 是吧 那么再打入的话 它也有可能呢 就这样 吃掉你了啊 或者说是 尖顶呢 老老实实补一个 这样呢 就是说呢 在这里呢 呃 能受了这个 白白的这个损失 就完全呢 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所以这个呢 是 我们这个 形状啊 以后 这个 嗯 黑棋打入 破控的 这个主要变化啊 基本的变化 就这样 那么呃 证明呢 呃 黑棋这个打入 是完全 可行的啊 完全的 实战中呢 是完全可行的 呃 你呢 如果是黑棋的话 就不用担心啊 这个 被对方怎么样吃掉 害怕 而不敢打入啊 这个打入的是 完全可行的 同时反过来 作为白棋来说 面对黑棋的打入 心态也要平衡啊 心态也要平衡 不要说好像我这里子弟多啊 你敢进来 我就非要去强杀你 那样呢 反而呢 有可能呢 容易吃亏 因为这个地方 毕竟啊 这个黑棋这一带 这一带 借用呢 还是非常多的啊 白棋呢 也要心态平和啊 把这个 希望 要不寄托在中间 要不寄托在 以后的 这个 攻击当中啊 这是 对方这个 这个 骑行啊 今天的这个骑行呢 破控的呢 主要一些变化 希望大家呢 能够呢 这个 记住啊 这个 在实战中呢 正确运用 好的 今天的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